好 接着再继续看到2020年7月正式动工辟建的光复乡公所的办公大楼 在乡长林清水积极的监督下呢 工程进度是超前 那么乡公所除了着手要展开大楼使用执照的申办 乡长林清水也说了 也同步进行搬迁进驻的事宜 如果没有问题 希望明年农历春节的前后来进驻办公 历经15个月的施工兴建 光复乡公所新办公大楼主体建筑完成近8成左右 工程进度超前一点点 乡长林清水欢喜报喜 所以算起来进度蛮快的 那目前已经差不多在收尾了 只想我们后面的栏杆 如果栏杆更漂亮 现在地平的楼上的都在弄的地平都弄好了 我们一定在11月底或者是2月初就交给我们 然后我们开始来申请使用执照 因为使用执照可能要一段时间 光复乡公所办公大楼披肩案几经波折 终于在2020年7月正式动工新建 不仅地方引领期盼 乡长林清水更是势必公清 积极监督工程进度 如今主体建筑完工在即 乡公所也着手展开大楼使用执照的申请 并且也同步进行搬迁进度事宜及早准备 毕竟很多的乡亲来这边恰工 我们现在临时办公室比较偏远 很多同事也是想要来这边 所以后续我们一直在做一些准备工作 比如搬家也好 那个室内的座椅的冷气的这些 应该先做准备 我们来做准备 如果时间可以我们都发包 时间比较快 然后搬回来就比较快 斥资8000多万元经费的 办公大楼兴建工程完工在即 乡公所预计花两个月的时间 来完成实用执照的申请作业 希望能在明年3、4月份顺利进度办公 提供乡亲更优质的服务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